身杖朋友外出用餐看电影都会受到座位和动线的限制 非常不便 为了改善情况 有数十位身杖朋友就自己当餐厅特派员 实际到餐厅仿茶环境 设计出一个友善餐厅的应用程式 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打造完全无障碍空间 因为有很多的餐厅 我的轮椅都进不去 抬起头来看着餐厅 只不过五格的阶梯 但坐在轮椅上却像是很遥远的距离 还有这对情侣 要约会享受一顿烛光晚餐 光找餐厅就得花费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跟我女朋友都是那个身杖者 那每次我跟她约会的时候 可能需要去现场先去勘察 然后确定没有问题以后 才有办法去跟我女朋友去用餐 上餐厅吃饭 大家认为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对身杖朋友来说却是困难重重 为了打造无障碍空间 罕见疾病组织和交通大学 召集身杖朋友担任特派员 实际到餐厅访查 动线 座位 洗手间等设施是否友善 收集好资料建档 费时一年 设计出一个台北友善餐厅应用程式 它依照身杖朋友不同的障碍的类别 比如说是轮椅婴儿车 孕妇拐杖族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呢 透过手机的智慧功能 及时的找到每一家适合你的餐厅 加入电影院的资讯 让身杖朋友也能好好休闲娱乐 城市推出半年 吸引六万多人下载 今年身杖推派员人数增加 预计访茶餐厅也要扩大到台南地区 吃饭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不管对职力人也好 身杖者也好都一样 我希望参加这个特派员 然后我能找到更多的友善好餐厅 从需要帮助的人 变为帮助别人的人 身杖特派员主动改变环境 希望台湾成为完全无障碍空间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